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仅是让赵丽颖成为了一线女星 也让她成为了四小花旦之一 而且她也没有雄厚的背景 能够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都是靠自己一步一脚印 踏实地拼出来的 不过说起《花千古》这部剧呢 它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它和师父之间的虐心爱情故事 也让观众们流下了不少眼泪 尤其是在大结局的时候 《花千古》被心爱的师父亲手伤害 这点让很多网友表示难以接受 而且很多网友也表示 这不是最终结局 一定会有第二步 其实网友们能够有这种想法 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在剧中 《花千古》和师父白子化 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结局不能走在一起 无论是《花千古》、《铁粉》 还是观众们都会觉得很可惜 毕竟小骨头为了师父 牺牲太多东西了 因此在很多网友看到结局之后 纷纷表示《花千古》没有死 他还保留着一丝的魂魄 最终一定会重生回来 跟他心爱的师父再续前缘 不过《花千古》不管有没有死 这部电视剧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 如果有人想要翻拍 那么一定就不会超越经典 在最近有网友爆料 《花千古》二马上就要开拍了 这次相信一出 让很多铁粉和观众们都激动不已 毕竟这部剧从播出到现在 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观众们每天都在期盼 这部作品能够出第二部 据悉在《花千古》二中 赵丽颖华丽回归 他还饰演人见人爱的小骨头 而霍建华饰演的白子化 就会换其他演员来出演了 毕竟现在的霍建华已经成家了 而且由于荡气的问题 导致他无法出演第二部 但说到了《白子化换人的世界》 网上曾经传出多个版本 但最终的真实就是 林根兴来饰演白子化 而且当网友得知 《白子化》的《最佳人选》 是林根兴的时候 都分分表示会成为《花千古》的王炸 因为林根兴曾经和赵丽颖 合作过《楚桥传》这部作品 两个人在剧中的表现 也是可圈可点的 加上林根兴是一位 颜值和演技在线的演员 他主演的多部作品 也都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 而且今年凭借新剧 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 不仅让林根兴圈粉无数 还让他收获到 很多观众的一致好评 加上他和赵丽颖曾经合作过 相信再次合作 一定是默契十足 肯定也能够给观众们 带来不一样的世界享受 不管怎么样吧 赵丽颖饰演的《花千古》 已经成为经典 而且作为受欢迎的女演员 赵丽颖绝对是 小虎头的古二人选 你认为林根兴会成为 《花千古二》的网站吗 欢迎留言评论哦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